庆贺雪峰式共产主义诞生12周年 2009年4月18日,一群蝉苑草聚集在山西太原,开始了雪峰式共产主义生活。 此后,这批蝉苑草先后在云南昆明、安宁、楚雄、林仓、丽江、江苏南京、新疆阿克苏和库尔勒、加拿大、泰国等地建设出了18处家园。 历时12年,形成几万里,至今脚步没停息。 2000年来,中华民族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上几乎对人类文明没有什么贡献。 我们一方面享受着西方文明的成果,一方面贬低着西方文明。 我们不知感恩,叫花子穿了件新衣服,就以为自己已经是天下贵族,既无知又狂妄,既无得还严瞒。 阿Q式的民族自豪感,既可怜又可悲。 只有雪峰式共产主义才能将中华民族败进人类文明行列。 雪峰式共产主义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将超越西方文明所有的价值而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照耀人类前行。 12个春夏秋冬寒暑往来,这批为雪峰式共产主义而奋进的禅院草受尽了屈辱,历经了磨难。 一次次被逼走出用自己心血和汗水建设出来的 如湿如画的家园而转占东西南北,一次次又从废墟上重生。 许许多多的蝉苑草半路倒下了,夭折了。 文明之路艰险异常,夜蛮像沙尘暴笼罩了晴朗的天空,又像洪水一次次冲毁了文明的堤坝。 自前史皇焚书康如一来,中华民族的脊梁已被打断, 神国无神,剩下的要么是一个个大小暴君,要么是一个个唯唯诺诺的奴隶。 压制新思想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困难没有下倒蝉苑草,在这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时代,蝉苑草们依旧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坚守着文明的底线。 十二年,没有一个蝉苑草违法犯罪,更没有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带来伤害。 唯有真善美爱信成平和的品质闪烁在漆黑的星空。 我们不会看见, 可怜巴巴的向谁祈求开一盏灵灯,也不会放弃尊严而向谁求助。 我们不抱侥幸认为人会良心发现,我们知道前方的路上还会出现狼虫虎豹、激流险滩,甚至是悬崖峭壁。 但这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便吃糠艳采衣衫蓝履,我们依旧会潇洒全行,哪怕低血也要潇洒。 人类不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将苦害无边,西方的那一套已走到了尽头。 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靠现有的任何宗教教义或政党学说根本无法把人类带进贤不已也天下一家,倒不是一夜不庇护人人安居乐业开心幸福的时代。 任何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及所谓的修行修炼人士,如果不围绕着雪峰式共产主义做文章并实践,全是自作多情的呻吟,全是废时废话废动作,全是在旧衣服上打补丁。 如果你们不了解宇宙时空,不了解生命真相,不了解倒是如何运行的,不了解自然之道和自然法则,你们全是瞎子,瞎子指路,必将掉进坑里。 宇宙生命大调整的序幕早已拉开,剧情将越来越激昼,任何人力抗拒不了。 就像瘟神让全世界的人们同时戴上口罩,总统也得乖乖地戴上,何况普通老百姓。 愿人们早日融入雪峰式共产主义,这是现时代唯一的诺亚方舟,2021年4月18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